男方 男方 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 你要想全權監管盛世 就必須和蘇少元結婚 我支持你 你和天威姐才是最適合的一對 小薇你冷靜一點 為什麼 明明應該嫁給你的人是我 男方 我終於可以嫁給你了 蘇少爺 你這個狐狸精 你給我滾出來 蘇少爺 男方是我的那個 只想個話就趕快離開這裡 今天是我和男方的婚禮 那又怎樣 我愛男方 男方也愛我 今天 只可能是我跟他兩個人的婚 殺人的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別 別這樣 我都答應成你了 你為什麼要傷害小薇 她是無辜的 不是我真的 不是我 沒想到你的心這麼狠 來人 把他交給警察處理 我看你敢 我爺爺為了報答你外公當年的救命之恩 才逼我的懸疑 這種婚姻我絕對不可能接受 所以我們也會封闖睡 男方 你聽我說 好 看夠沒 對不起 餵 兒子 小薇醒了 好 我馬上來 聽起來 你疼了嗎 你先回去吧 不用管我 是 你不會是 快孕了吧 你笑什麼呀 我跟他都還沒有 你 什麼 瘦男方這個死渣男 否則你這麼好的老婆不珍惜 不行我坐下 不行我坐下 你別生氣 這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他盛南方到底有什麼好的 整天一副死人冰山臉 當年在學校裡追你的人那麼多 尤其是故意 我寫個電話 喂 我知道了我馬上回來 媽 小雅 你們怎麼來了 怎麼著 我兒子的房子我不能來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下次你們來可以提前打個招呼 我好讓廚房給你們準備點東西 還真把自己當成家女主人了 真不要你 小雅 你一個女孩子佳佳的 說話不要那麼多多逼逼人 你算什麼東西 你敢來教訓我 誰知道你和你老死外婆 做什麼握手的方法 呼噜我爺爺 你別逼著我說 你居然敢打我 你看看我誰啊 你跟誰叫上個動作 你跟誰敢打我女兒 非有掉養的那個 你跟她玩一玩 怎麼沒有東西呢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不是你娶的好老婆 不分情侯造板 上來就打人 南方 上來到底做了什麼孽呀 怎麼起了這麼惡毒的女兒 南方不是這樣的 你聽我解釋 馬上向媽和小雅道歉 你連我一句解釋都不聽 就認定是我的錯嗎 沒這個必要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外公已經去世了 體愛順便 自暴自棄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這個道理我十歲的時候就懂 這個道理我十歲的時候就懂 南方 其實你是不是不喜歡 爺爺安婆的相親啊 正南方 就因為你把老子開除了 看來老子現在連女朋友都沒有了 老子今天就要弄送你男女 有種 衝我來 別欺負女人 你是要會生病的 我送你進去吧 不用了我沒事 你先回去吧 來 所有的回來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了 你怎麼不開燈啊 剛才還和野男人狼情親意的 怎麼 現在裝起生女來了 你什麼意思 剛剛那位和我身價比你可差遠了 你這個如意算盤 似乎打錯了 怎麼了 還想打人啊 混蛋 南方 南方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好嗎 好嗎 我過去 小偉 這種事情我不希望還有下次 對不起南方 我一想到你每天要跟那麼惡毒的女人時候在一起我就很難受 你先好好休息 別想這麼多 你能不能下來陪我 我應該要害怕 你先睡覺 我去打個電話 好嗎 救命 你呀 幸虧昨晚我及時趕到 不然你死在房間裡都沒人知道 要不怎麼說你是我的福星呢 反正只要有你在我肯定不會有事的 怎麼了 好啊 怪不得對你不聞不問 原來外面有女人了 瘦男方 熊 瘦男方 你呀到底是不是男人 把高昇的老婆扔在家裡不管 自己和狐狸精小夏在外面鬼混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嗎 你誰的 老娘叫傅希文 是少元的好姐妹 你媽誰狐狸精呢 他們倆的就是你這肚黑心大白臉 也就是瘦男方這隻蝦臉的大豬蹄子 能上了你的當 千年的白骨精 老娘都沒有放在眼裡 何況你這隻剛成了型的小狐狸 還真是柔弱呢 老娘今天非巴了你的話屁不可 希文 你冷靜點 小妍 馬上帶著你的朋友離開這裡 否則後果自負 對不起 都是我 才害得你被公司開除了 沒有啦 老娘早就不想幹了 男方 我可以跟你談談嗎 我很忙 就耽誤你兩個分鐘 說吧 那天在醫院的事 我替希文向你道歉 還有一分鐘 希文她只是想替我打抱不拼 沒有別的意思 如果你有什麼氣的話 衝著我來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在背後搞小動作 害希文丟了工作呢 你說我在背後搞小動作 你不能仗著自己有權有恤 就這樣欺負別人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真的很過分 我告訴你 我聖南方做任何事情 都是正面幹的 從來都不而明明 真的嗎 信不信隨你啊 最近公司很忙 所以我要搬出去住一段時間 站不住 爺爺 您怎麼來了 這個 把我的皮也拿來 爺爺 爺爺 快打你了 你會這東西 爺爺 少爺 爺爺 雖然我不知道具體情況 但是時代變了 南方說的話也不無道理 如果您就放下成績 聽聽南方的話吧 今天就看待少爺的面子 我今天饒了你 臭小子 好好想一想 誰才是指定你珍惜的人 喂 少爺 公司通知我回去上班了 不僅陪你道歉 還給我加了工資呢 原來真不關盛南方的事 都是那個張天威搞的鬼 西文的事 是我錯怪你了 這沒什麼 只是我看不過 有人打著我的旗號 自助主張吧 總之還是謝謝你 這個藥膏對傷口的恢復很有效 你自己不方便 我幫你吧 你不回答 我就當你答應囉 你不回答 我能同性嗎 那我請你掉 你出去 不 你把那個拿上 你也受傷了 你不回答 你不回答 你怎麼喝那麼多久啊 來來來坐一會兒 別管我 走 現在放你真的是瘋了 好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幸好今天還剩十分鐘 生日快樂 吹蠟燭呀 這是我親手做的蛋糕 你要是不嫌棄的話 就吃一口 好吃嗎 好吃嗎 你可以自己嘗嘗 嗯 男方 我終於真正和你在一起了 生日 生日 太少 我真的喜歡這東西 我真的喜歡這東西 有什麼原因 生日快樂 是我 马上去查一下苏少爷外婆家的地址 还有 把副新闻的电话地址给我 苏年的暗恋 干年的婚姻 还以为终于守到云太监密里 原来 这是一场处处处于的事 苏少爷在哪里 什么 苏少爷又不见了 你确定你没看到过他 老娘这两天天天在公司加班 看到黑眼圈没 我哪里有空见他 一有他消息立马联系我 苏少爷 苏少爷 别让我找到你 大夫 苏少爷 愿强你去少爷 鬼市 爷爷 既然南方他有喜欢的人 不如 我们还是把婚礼取笑吧 今天的事情 你也看到了 你真的甘心 南方和这种女人 在一起吗 我 我 孩子 爷爷的时间 我多了 就算你 帮我一个忙 试试 做我们圣家的孙媳妇 南方这孩子 十岁上就没了夫妻 外表 虽然愣酷无情 其实啊 他真正需要一个 不关心他的人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竭尽全力 让他信心 你也好 快快叫 叫我给你 你终于肯出现了 爷爷的事 我也很难做 他是我嫁到生家以来 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 时间不早了 我们先进去 爷爷 你要不要再重新 考虑一下 沈南方 嫁给你是我这辈子 做过的最愚蠢的决定 现在终于能解脱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没什么好犹豫的 走 你病 南方 喝点风露水吧 给我去弄杯水来 试试马上去 等等 原来的东西呢 这是张小姐的 来了 来了 你快看看 今天布置的新房子 你让你看 喜欢吗 我原来的东西呢 我扔到杂物间去了呀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滚出去 南方 起床吃饭了 南方 今天我喜欢上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盛南方 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没想到我的相亲对象 居然是他 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我们结婚了 这傻瓜 到底偷偷跟了我多久 五年了 苏少爷 你究竟在哪里啊 好久不见 苏少爷 他们怎么在一起啊 看苏小姐有点眼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应该是记错了 我刚从法国回来 王总 我和苏小姐单独聊一下 行 盛南方 我到底要干什么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啊 我去哪儿 好像跟盛总没什么关系吧 盐盐 少爷 我知道你恨我 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 你再不放手 我真的叫人了 盛南方你给我放尊重点 怎么了 少爷 没什么 没什么 跟盛总有点小误会吧 这是我跟少爷两个人之间的事 你确定要查什么 现在少爷是我的人 他的事 就是我的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张天威 好久不见 苏少爷 原来真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当然是赚钱了 我跟两位高贵的小姐可不一样 不赚钱 就没饭吃 你跟我哥离婚的时候 难道我们要补偿金 外面请自便 弹队 有事 帮我们两个倒两杯咖啡吧 我们两个可是总监的朋友 放入一个咖啡 慢慢品尝 苏总监 各部门负责人已经准备好了 会议马上开始 行 我知道了 你叫了什么 这位是我们法国总公司 派来的苏少爷 苏总监 原来张小姐自以为是我的熟人 不过不好意思 我好像跟你不熟 走 拍回去了 不送你回去 不必麻烦盛总了 盐盐 我们谈谈吧 不好意思 我跟我男朋友犹豫了 跟我来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信不信 我真的会报警 你有什么事赶紧说 我没工夫 没工夫 你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自从外公去时候 已经很久没听到有人这么叫我 别这么叫我 你没这个资格 喂 学长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耽误 约会取消了 学长方 你是有病吗 你有什么资格代替我取消约会 把手机还给我 言言 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你冷静下来 你听我说 我不想听你说 我也不想冷静 把手机还给我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你们在干什么 你给我站住 说吧 要多少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突然回来纠缠不休 不就是为了当年没拿到离婚补偿金吗 我们圣家 不是小气的 只要你保证 不再纠缠难方 那就开个店了 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 我要圣南方的一半身家 如何 苏少颜 也太过分了 这不是您说的吗 怎么 对不起啊 那就把嘴闭上 不要对我指手画脚 这件的动静你也拍 你在干什么 哦 南方 妈 不要再去找苏少颜了 也不要再张罗我跟小薇的事情 否则 下个月开始 除了生活的基本开支 我不会再支付你跟小雅的信用卡账单 那些赖在甚至吃闲饭的沈家远方亲戚 也将立刻卷铺盖滚蛋 南方 就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竟然对你的亲生母亲这么绝情吗 妈 她不是不相干的人 她是你儿子我心爱的人 欢迎欢迎 苏小姐 真是美艳动人 今晚第一笔上款 给传交给你 王总 已经是过奖了 感谢今晚 大家给王某薄面 参加这次慈善晚会 今晚的慈善晚会所有募捐 都会捐献给青城市儿童基金会 接下来 由苏小姐 为大家呈现出第一个耳环 这对耳坠底价三千元 请各位踊跃出价 一万 五万 二十万 郭总为博美人一笑 果然出价更高 二十万一次 二十万两次 三十万 果然盛总一出手就是三十万 四十万 郭总又加到四十万 真是没想到 一副耳环居然掉到四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成交 那我在这里就替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感谢顺总的爱心 不必了 我们盛世也在热衷于慈善活动 这个耳钉 你带更合适 继续带着吧 那怎么能行呢 好 那就一起喝一杯如何 爷 今晚真美 不要再说这个话了 免得一时大家都误会 不误会 怕谁误会 故意人吗 是又怎么样呢 你不会真跟他在一起吗 在一起又怎么样呢 是人帮你有病吧 我劝你一句 有病就要尽早制服 当初明明就是你先提出的离婚 现在又在这里假惺惺的故作申请 你给谁看呢 还说是我提出的离婚 我 好 你怎么又来了 人家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 却在这儿喝闷着 傻不傻 什么意思 心绍颜跟顾仁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别害羞 不可能啊 谢谢你 下车宝贝 学长 真的谢谢你啊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少言 你以后能不能对我不要这么客气啊 来 宝贝 顾叔叔说拜拜 拜拜 拜拜 小月牙 拜拜 你要跟妈妈说什么 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上一二年了 今天呢 妈妈要加班 晚上放学的时候 跟妈回来接你 好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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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绪文 怎么了 少言 小月牙不见了 什么 怎么了 怎么是 我不认识你 妈妈说不能随便 你要某种人的东西 我叫盛南风 你妈妈苏少言 曾经是我的妻子 妈妈说你还是我爸爸了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初次见面 我叫苏月� 你可以叫我小月牙 沈南风 妈妈 月牙 我妈 你怎么算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 妈妈都担心死你了 沈南风 你以后不许再见我的孩子 更不准私自把他带走 我走 我肯定抱紧抓你 走 关于小月牙的事情 你没有必要向我解释一下吗 她是我的孩子 我有什么需要向你解释的吗 让你紧张什么 来 宝贝 你先进去玩 妈妈跟这位沈叔叔说说话 好不好 来 去吧 小月牙也是我的孩子 你到底要隐瞒我到什么时候 那你觉得 你有资格当她的父亲 好 少爷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明天一早废吧你 走吧 对不起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尽全力补偿 你们做什么都可以 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心里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亏着的话 就麻烦你远离我们 不要来打扰我们母女的生活 除了这个不可以 我知道我自己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但是我离不开你 盛南方 你离不开的不是我 是那个被你虐了千遍百遍 还有傻傻为你付出的苏少颜 你放心吧 同样的坑 我不会踩第二次的 我知道一时时间你很难接受我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好 快要迟到了 盐盐 小包 你怎么来了 送你去医药园啊 沈南方你又想干什么 送小幼儿去上学 然后再送你去上班 放不着 你不是上班来不及了吗 再说了 身为执行总监 你总应该给小学做好模样吧 那这样 你先送他去幼儿园 我自己打车去上班 宝贝 今天放学之后 乖乖等妈妈来接 不许跟这个人走 听到没 来 把书包拿上 看来他还要去很久 你想到苏小姐 不许人长得漂亮 身材也挺好的 王总 您真是说笑了 咱们呢还是先聊聊 这个供货合同的问题 合同好说 先喝酒 气氛到了 什么都好说 王总 真是不好意思 我先去趟洗手间 行 杜仔 王总 你看我们这酒也喝完了 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不着急 你开个房间 闷门去 王八蛋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拿着你的合同滚蛋 你看我准备下手 当然是让你舒服的东西 你分开 分开 好 帮我处理一下那个王总 顺便去我结婚的酒店查一下 每天的事情 你如果保住 我都可以 好好拿 不如你 你如果保住 你那是真实话 你不如你 你不如你 我我们鲜花 他就是粉丝 滚滚 我因为你不不可 我当天还不只 他就是粉丝 我当天要死 我偷あの眼看 我愿意 我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方 早餐好了 我赶着去上班 我做了很久的 你尝一口就好 你自己吃吧 爸爸 我要喝牛奶 我要喝牛奶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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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快点 妈妈来了 早餐马上做好了 不用 我不饿 昨天的事 谢谢你 照顾你们母女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你也要我们复婚吧 沈南方 我曾经深爱过你 也恨不过你 但现在的你对我而言 除了是小月儿的亲生父亲之外 跟陌生人没有任何区别 爷爷 你听我解释 我不想听 我这些人都已经死了 我已经死了 你的身体 已经死了 你看着我干嘛 好看 我看着是病好得差不多了 这段时间呢 我有点忙 我就先回公司了 我的头 怎么了 来 看看 好多 嗯 昨晚那件事 吃下来不好 如果你要追究的话 我绝对支持你 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很危险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年前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危险 可你不是已经和张天威你们两个人了 我跟她是清白的 我这辈子只爱一个女人 她的名字就叫做 冲下颜 到了 你自己进去吧 逼不进去 不去了 我对这儿的印象实在不算好 你干嘛 你放开 你放开 你干嘛呀 你放我下来 我刚刚才 妈 这个送给你 俗气 燕燕 我后来才知道 薰衣草的花语是等你爱我 对不起 你不要再说了 米老鼠好 你好 我们一起玩吧 等一看 你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名字 妈妈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没有 妈妈只是在看爸爸的日期 妈妈 你还喜欢爸爸吗 我也不知道 那妈妈 今天幼儿园举行唱歌赔赛 我又拿了这一名 真的呀 我的宝贝 你说 你想要什么奖励 妈妈都满足你 什么奖励都可以吗 欢迎光临 现在本店正在举行情人节特别活动 最佳情侣接本照 和免费获得情人节套餐一份 还有礼物赠送 你干嘛 姐姐妈 爸爸妈妈 你们快听听月夜想要礼物 过了 我们之后不参与了 妈妈 真的吗 有多好的什么礼物都可以的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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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胡闹 你答应孩子的事情 可不能食言吗 来吧 来吧 少时间帮我余月李董他们吃饭 到我们客户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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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爸 妈妈你早饿 没事 爸爸在啊 爸爸 妈妈你早饿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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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爸爸 老弟吧 你刚昏倒了 我立马送你去医院 不用 我知道你努力 但是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啊 你把小月牙都吓坏了 嗯 嗯 伯伯 妈妈对不起 不哭啊 拜拜妈妈 你们要永远守着我一个都不能想 姨姨你醒了 你怎么了 有没有舒服一点 睡了一觉舒服多了 月儿呢 她已经睡了 然后 我炖了鸡汤 你饿不饿 你还会炖鸡汤 啊 跟着手机学的 你要不要喝一点 待会咋 哎 怎么了 可能人躺太久了 腿有点麻 这样呢 有没有好一点 嗯 舒服多了 姐 但是 你还是别按了吧 管他温情的 你说老婆有什么好男温情啊 呸 谁是你老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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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的事我聽說了 今天是很麻煩嗎 爺爺 如果明天股東彈會上 我變得一無所有了 怎麼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能夠東山再起 大不了我養你嗎 我養你嗎 我養你嗎 我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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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干嘛呀 神神秘秘的 到底要干嘛 你不要管这么多了 这男方今天正式向苏少爷小姐求婚 无论是健康或身心疾病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 我都要将一生一世守护你 保护你 是接着吃 对 这五年来我一直把她待在身边 就像有一天 能够亲手再帮你带别人 妈妈 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真的错了 对啊对啊少爷 你看他态度这么诚恳 以后肯定不会再欺负你了 我想说的是 这男的心无觉前的 接着叫做不埋着心的 明天就去买 那好吧 我 preservation 真的也可以 这兑员 就是 偉南 柯 你 你的 软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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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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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今天是星期天 让妈妈都睡一会儿 大懒猪快起来 你说好的要带我去游乐园 爸爸都把早餐都给做好了 好吧 哇 早餐这么高兴呢 谢谢老婆 怎么了不舒服吗 那个 月牙 可能要有弟弟 真的吗 太好了 我要打电话 跟我们的干妈和奶奶 哼哼 就是 玻璃 好 那 那 我 你有什么 没有什么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